大家好,我是Match学员王刚 在本节课中,我们将大家一起来学习 响应式Web设计以及项目实践的第九讲 关于我们这一个CSS布局中的这个流动布局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节课当中我们所讲的内容 在上一节课当中我们还要一起学习的是 关于CSS布局里面的固定布局 那么我们主要分为了三个部分的讲解 第一个是我们到底有哪几种布局呢 我们分为这样五种布局 弹性、固定、流体、混合以及绝对定位布局 然后我们里面布局常用的属性 包括我们的float、magic、padding、clear这样几个属性 以及我们通过了一个实力讲解了一下 到底我们一个固定布局应该是怎么去做的 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上一节当中 关于CSS固定布局所讲的内容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要学习的是关于我们的流动布局 流动布局我们主要分为三个大的部分来讲 第一个流动布局包含的我们的定义以及它的一个优点 然后流动布局常用的一些属性 然后呢就是我们如何将上一节当中我们所做的这个固定布局的实力改变为我们的流动布局 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本节课要讲的一些重点 由于流动布局啊在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呢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本节课呢 认真的去啊认真的去啊学习一下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个流动布局它的一个定义 那流动布局我们什么是流动布局呢 我们这个流动布局啊是通过智能的使用DIV百分比和简单的数字计算啊来创建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啊第一句话流动布局它怎么去实现呢 它是通过我们的DIV标签通过定义百分比和简单的去对里边的内容做啊相应的数学计算啊来创建我们的流动布局 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做了是不是 那这种理念呢来自啊我们这一个啊 Ethin Marketing 然后他认识到EM啊比字体大小进步啊 我们之前定义这个Funk Site呢 我们主要通过什么PX啊来定义 那我们可以通过EM来做EM有什么好处呢 EM可以让我们这个字体根据我们整个啊浏览器 它的一个变化啊来将我们的字体做相对的这个自适应 我们在重温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啊 但是要对我们这个方法有一个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那么要想去知道我们这个啊流动网格了 大家可以去啊做一些具体的专题的啊这些课程啊来学习 比如说啊网上W3C啊里面啊 它有一些基本的定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里呢啊希望大家知道流动布局我们怎么去做啊 通过我们定义百分比一通过这个啊 EM去对这个字体啊做相应的变化处理啊 以及DAV那通过他们呢来实现我们的流动布局 那么它的领域呢就是使用我们的相对尺寸 结合我们的百分比和这一个EM啊 用简单的分隔以找到相对应的这个像素宽度 并且而这些宽度呢是在我们固定宽度设计当中所使用到的 啊我们这一个布局呢跟我们之前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我们之前是通过什么 啊直接比如说定义宽度为多少px 比如我们上一节课做了1000px啊直接定义 那么这种这种定义呢对于啊 因为我们这个设备啊很多的不同 那如果我们这样定义可能在浏览器兼容性上面啊 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因为它的这个宽度比如说我们宽度没有没有以前的啊 怎么它肯定会变形 然后超过以前的啊 那么就会出现滚动条等等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啊宽度 屏幕宽度小于1000的啊 这个很少 但反正就是说它这一个里面啊 跟我们设定的宽度不一致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处理兼容性 那这个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尽量推荐大家使用的流动布局 以及后面的这个啊我们需要的这一个弹性布局的一个结合啊 来实现我们这样一些布局 那么我们使用流动布局啊有什么优点呢 我们这种方法啊流动布局可以使你拥有一个网格的布局 这样看起来呢可以啊 仅仅需要固定一次宽度 也许我们把最外层的宽度进行的 那么里边呢就会自动的在这个宽度里边来做一个设计 是不是 那么用户可以使用预设的字体大小来查看这个布局 并且呢保持其比例大小 因为我们使用什么EM啊 布局样式呢跨浏览器兼容 我们的这个流动布局 由于是通过百分比和这个字体的相对缩放啊 所以呢它会兼容各种浏览器 一旦理解了我们其中啊 这个流动布局的一个设计理念之后呢 那么它里边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我们想一下应该都是能够很容易去修复解决的 那么这个优点我们就简单啊 就这几个 它里面最重要的啊 应该是来说 它是对这一个浏览器兼容啊 做的比较好的 所以呢我们觉得啊 它应该是比较常用的一个东西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一个流动布局啊 我刚刚说的这一个第一和它的一个优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里面常用的属性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什么 Widers就是我们的百分比 EM呢就是设置我们字体的大小 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概念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去改造我们的固定布局为我们的流动布局 这里首先我们打开这一个 Drainweaver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上几个当中啊 设计的这一个啊设计的这一个页面 然后我们把它啊预览 然后我们把它做什么 放到啊我们这个 这个里面来 放到我们的谷歌浏览器 啊这是我们啊看到的效果 然后我们把它做什么 审查元素 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一个啊各种屏幕上面啊 它的一个变化 首先是这种啊我们这种啊改变了它的这个 就是我们改变一下宽度啊 它的一个变化出现了什么很像滚动条是不是 然后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这个 iPad上面我们看一下它会是个什么样的效果啊 没有滚动条是不是 那如果我们把它啊 6 plus 然后啊 加到这一个正常情况 啊这个滚动条 大家看一下这个黑色的啊 我们就知道它这个啊 有很多东西呢 都是需要通过滚动条啊 才能够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就通过我们这个流动布局啊 想一下怎么来改造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代码 首先我们看一下啊 container啊 container我们是怎么设置的 我们是直接啊设置那个1000px 是不是 这里呢我们不这样设置了 我们通过百分比 比如说我们让它成为百分之百分之一百 然后啊 我们看一下效果 我们一个一个的调 啊 同样出现了百分比 为什么呢 因为里边什么 我们还是定义了这个宽度 我们首先把宽度啊 给它解决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container设置了这个百分之一百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nift 和这一个min啊 他们这一块呢 它出现了什么宽度啊 两百和七百二 那这个两百 在我们之前设置1000 那么这里应该是什么 百分之二十是不是 这里啊 我们给它设置为百分之二十 然后我们下面这一个 然后我们下面这一个 wide的是什么 百分之七十二 啊 我们这里给它设置为百分之七十二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啊 这个啊 我们看一下 它仍然出现了什么 滚动条 这个是我们的啊 这个是我们的啊 第一步啊 把看得见的这些宽度 我们给它定义成百分之啊 百分之比 然后我们来定义一下这一个border 啊 这个head head我们给它定乱的 同样是一个宽度 比如说我们给它设为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八 我们看一下 啊 设置head 然后head里面呢 又有log 啊 logo 那我们这个logo 宽度啊 也给它设置一下 wide的是 占我们百分之九十八里边的百分之三十 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仍然有什么 有百分比 那我们继续啊 log 然后我们所有啊 比如说我们content 也跟它定义一个 wide的是 百分之九十 比如说 啊 百分之九十 这是我们的什么 content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footer 啊 这个需要定义一下 wide的是 比如说百分之九十九 啊 这个是我们的iPhone五啊 iPhone五 然后这是我们的iPhone六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它什么 它这一个宽度 我们没有了什么 滚动条 是不是 宽度没有了滚动条 但是我们什么 纵向啊 纵向这一个 我们感觉什么 感觉都在上面去了 因为因为里面啊 没有这个内容 并且我们把它加到1 并且什么 并且这里一个字体啊 没有跟跟着我们这个啊 发生变化 那我们这里把它设置一下 在这个content里面设置一下 font size 这里啊 我们给它设为多少呢 1.2 em 我们看一下 我们通过em啊 来设置它的字体的大小 看一下字体有一个变化 然后我们调到iPhone五 啊 啊 字体 我们看一下 根据屏幕啊 有什么变化 没有 啊 明显1.2啊 比较小 我们给它 调一下啊 调一下这个 大小 啊 字体大小就啊 我们看一下 这是6 plus 比方我们的iPad 上面我们看一下 啊 它会根据什么 根据我们屏幕的变化啊 来调整它的这一个内容 所以呢 如果啊 我们把它 不通过这种 我们直接 比如说设为 14 PX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啊 会不会 发生这一个变化 这是啊 这样一个大小 我们调到小屏幕 我们看一下 它还是这么大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它没有根据我们的屏幕啊 发生一个变化 啊 我们看 比如这种情况啊 我们看这么大 然后我们调大一屏幕啊 就自己就 产生一个自适应 但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啊 设计这一个 这这一块的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啊 刚才我们设置的是什么 宽度啊 我们的高度 比如说在这个屏幕上啊 iPhone 6上面 我们看了它这个比较什么 全部都挤在了上面啊 我们下面就没有内容 但正常情况下 就算没有内容啊 我们也是希望它 能够去啊 适应我们的这个 高度 所以我们这里啊 比如说 在这个container啊 上面 我们加一个 我们来设计一下 Hit 比如说我们给它设为 450px 我们改为84px 由于什么 由于我们里边好像啊 设置了这一个高度 我们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定义 试一下 由于什么 由于我们里边好像啊 设置了这一个高度 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高度600 我们设置一下 这一个什么 400 400 那这一个事实 我们都给它改一下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个格式 给它通过命令 然后应用原格式 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样式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变化 在1的情况下呢 它其实这个高度啊 就能够什么 撑开 由于我们这里没有去给它设置 就是我们这个响应式设计里面需要做的就是说这个缩放比例给它设为1.0 那么所以我们会造成刚才这种情况 那我们要不要去设设计一下这一个响应式设计里面 这一个1.0呢 我们这里可以试一下 我们这里通过这一个meta标签我们来做一下 我们要定义这个的话我们做什么做它的这一个viewport它的一个定义 然后它的这个content内容啊 等于什么呢 Weders Devess Weders 定义这个宽度 然后Initial Scale 这个说放比例 我们给它设为1.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通过设置的试点过后啊 它的一个变化 大家看见没有 设置的过后有什么变化 它默认进来啊 我们看一下 默认进来啊 它就是1.0 一倍 然后我们里面设置的什么 设置的这些高度啊 它的这些内容啊 都发生了变化 那我们刚才由于啊 这个content 这里面设置的600啊 大于我们最外层这个最小的 所以呢 很默认就会撑下来 比如说我们给它设为 这个content啊 我们设为300px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啊 左边也给它设为 比如说280px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个啊也一样 280px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啊 这里呢它这个啊 看看啊就要好一点 由于啊 那我们把它设为了什么 1.8啊 这个过于偏大 所以啊 我们把它正常啊 1.2倍应该就行了 我们看一下啊 啊 这样字体啊 看着啊 要好一点 那这里呢 我们就和大家啊 一起通过了我们这个什么 通过我们的测试啊 去设置了一下 我们如何啊 通过这个流动布局啊 去实现我们最基本的之前说的 要做了什么 响应式设计啊 要让它兼容 兼容我们的浏览器 兼容我们的设备 我们看一下 什么 当我们变化的时候 它没有出现什么 没有出现滚动条 而是一次向下啊 压缩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一个变化 不管怎么拖动 它都没有 都没有我们的滚动条 那这一个啊 就是我们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 并且它能够 适应我们的手机屏幕啊 你看我们一调到这个 它默认就1.0 由于我们刚才啊 设置了这个Meta 它的Viewport啊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不管怎么调啊 它都不会出现这个 横向滚动条 这个啊 就是我们的流动布局 跟跟我们这个啊 所要说的响应式设计啊 它的一个关系 好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把本节课啊 希望大家一起学习的 关于流动布局啊 它的一些一些知识啊 一些定义 优点 怎么去设置 以及啊 怎么去把这个固定的 改为流动的 布局 那么这些呢 啊 我们就讲完了 那么希望大家啊 把我们刚才就是 如何去调试啊 这一个改造固定布局 为流动布局这个过程啊 大家好好去想想 我们为什么这么去做 我们怎么去做的啊 这些搞清楚了 过后了大家啊 对以后的设计啊 会有很很多的这个好处 好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我们本节课的一个作业 嗯 作业第一个 第一个啊 希望大家啊 对比 固定布局 嗯 思考 如何 啊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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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实现 流动布局 第二个呢 就是啊 根据 嗯 改造的实力 啊 实现 一个 嗯 上 中 下 嗯 嗯 布局 并且 中间部分啊 分为三大块 嗯 三块 左中右 并且 啊 嗯 需要实现 啊 自适应 各种浏览器 即手机设备 啊 做第二个啊 第二个作业呢 啊 就希望大家能够根据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去啊 自己做几个例子啊 去巩固一下 那这个 就是我们本节课啊 的一个作业 好 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本节课啊 也就差不多了 那么我希望大家啊 好 下来的时候 认真再去啊 思考一下里面的内容 好 我们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再见